來喔 三建筑 好 這很漂亮 這我好朋友的珠寶店 我想應該給大家開開眼界吧 那當年的什麼慈禧太后啊什麼 他們戴的是更長的 108顆那種 他們穿刮後 還更長的 那更長的裡面 其實它本來是更長的 我把這些更長裡面呢 取幾顆下來 做了這個手鐲 這個手鐲但是我每一顆鑽石 都用一顆拉以上的鑽石去做的 然後再找了四顆起來做耳環 對 所以等於說你給你朋友這個想法 說你不要這樣整連這樣子 因為一整條 我覺得我很常在黏褲子耶 我看問題要整條了 對 這一條 這一條我有摸過 怎麼摸呢 我們先用看的好了 在拍賣會裡面有這樣的一條 這一條的話比那一個小一點 對啊 我覺得這個豬比較大耶 但是顏色更正點對不對 沒有 如果以顏色來講的話 因為我有看過嘛 那一條會比較漂亮 這個的成交價呢 是一千五百二十四萬 港幣 這個是2019年 我給你看一個2022年 我這個個頭很大 這是我的手 這是我的手 那個很綠 舒服比今年的春拍 漂亮喔 春拍喔 要看我這樣 阿嬤說有跨到那邊漂亮 成交價 六千九百萬 台幣 港幣 兩 三億多 你這間借來的對不對 它開多少我應該買起來 是我 我沒有問它價錢耶 因為我想我找來看而已 2016年的秋拍 是我們的手鐲的最高點 從2017開始 豬串都成交 然後一年比一年還高 豬串都成交 一年比一年還高 它幾年前就賣給我 我沒有買 那豬串的太少了 因為手鐲的話買不到了啦 而且看到好的種子 價錢都添加 難怪 我講真的 好多珠寶店問我說 冰冰姐 你以前的手鐲現在還能戴嗎 我說不能戴了 太肥了 我拔下來不敢再放進去了 他說 那要不要拿來賣給我們 我說 珠寶店是我買東西 是 好開心喔 市場缺貨 現在手鐲可以大概賣多少 看東西 我的東西還不錯 現在翡翠的市場是 珠寶的市場是走兩極化 去中間化 高檔的月櫃 那可以洗錢 低檔的可以轉貨 但是中間的就是往下走 所以你的東西就是四 我的東西都不錯 就可惜當初朋友建議他買 那時候沒買 可是他倒是建議朋友說 那一串太長 可以這樣子做成套組 對... 所以... 所以現在要不要把它買回來 你都建議他 不是 我是跟他講說 你這樣整條長長的 貴婦哪個人加大大 就像慈禧太后 擺個褲子這樣對不對 讓他面套組比較有價值感 就以為是這樣 一套這樣子 對 觀念要把它稍微扭轉一下 就是一個翡翠的原石 只要到珠寶商的手裡 他第一件事情想的是 會不會有這種珠鏈 對 而不是會不會有那種手鐲 你不要想錯了 珠寶商不會想說 我要做一個手鐲 他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個 怎麼說呢 因為當初在進北京城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是做曹珠 曹珠 他不是當手鐲 就官員皇帝帶在身上 曹珠這個東西 因為給了慈禧太后 所以他戴上去以後 他開心得不得了 難怪我看那個楊麗花演戲的時候 他戴過一條差不多到這裡 很漂亮 我認為是真的 不是道具 我認為是真的 他拿真的來 因為那是一個特別的 頒獎典禮的時候 他那個打扮 阿祖阿祖 那盤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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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所以這一套 當初朋友要賣您多少錢 還記得嗎 當初他想買 妳沒買 當初他是沒有變成這樣 對 我黑白公公的人家 人家真的去做 他說我叫你做起來 要買禮 你不敢賣 他當時一整條 就是還沒有這樣 他是開 他那時候開900萬 後來他說 他反而又去多做的這些東西 對 他後來好像跟我講是 我沒有買 這到底竟然是多少錢 請見價 一千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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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買喔 剛剛也小小才 漲價三百萬啊 對 那個你當年都買下來的 不是 三六百耶 現在翡翠 受到對岸的影響 他們也在打蝦 他們在打蝦 他現在不是打蝦 現在叫共同富裕 這個比打蝦還離譜 所以你有錢人不敢帶 又回到共產時期 你帶了人家要查你睡 你是多好的 為什麼帶這個 是的 這個不提 重點在於 像這種豆腫 這個顏色的 12mm 將近四十六顆四十七顆吧 不知道 差不多 你這個大概四十顆嘛 四十五六顆 是 這個長度剛好 四十四三 四十四五四六四七 四十七顆 四十七顆這個長度剛剛好 就一般的人可以帶 是的 如果太短就再見了 太短的人 太長也不好 太長就要一百零八顆 變成兩串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非常棒的一條 那個豬鏈 一千五百萬 而且我的看好是說 以後兩千萬三千萬 這個時間不會很長 就很快的可以到那樣子 明明要不要買下來 趕快回去跟他 再考慮一下 剛買了這個 算了 先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看看就高興 好 最後這一件 是南部的韓信 韓信珠寶商 是 韓信珠寶商 這個 它是他們的鎮店之寶 它個頭 刻刻就像糖果一樣 然後這間隔的每一顆鑽石 最下面有一顆啦 然後慢慢的八十分 七十分 五十分 這樣慢慢上來 那整圈喔 整圈都是喔 這是鎮冰種 鎮冰種 他說這是他們的鎮店之寶 他們鎮店之寶要賣多少 他這個我大概在二十年前吧 二十年前就看到 他沒有賣啊 他沒有賣 那二十年前也因為我覺得 價格實在太高了 我就沒有看沒有買 但其實我一直奠記的 所以我就說 我今天要來借來看一下 讓大家一起介紹 讓我們觀眾都可以介紹 因為它開架是三千八 開架三千八 對 是 這邊看起來 五十幾顆 這比較大的蛋面 這比較小的蛋面 鑽石 每顆 好凸喔 最大的顆是 像這個八十分 這個像二十分 對 因為以我個人我以為 如果它每顆蛋面再更大一些 就覺得更有價值 因為我覺得它蛋面有點比較小 有點小 但是真的大的蛋面 沒有任何一顆 可以這麼晶瑩剔透 是 那倒是 就是個頭小 但是品質好這樣 是 很透 其實我們在做鑑定珠寶的時候 難免要雞蛋挑骨頭 對不對 好還有更好 對不對 一三還有一三高 OK 不想它的優點 優點就很簡單 一塊石頭刻出來的 冰種 然後透度很好 水都很好 而且它要找到每一顆 差不多一樣的都在這 這一顆石頭 是嗎 一顆石頭出來的 是的 所以這都是它優點 就不提了 我們來講說這個 大概多少錢 好不好 來 我好急喔...請建價 一千兩百萬元 為什麼差那麼多 我覺得你那個生殖力 潛力 這個還比這個大 那當然 你想想看 我剛才 冰冰 我怎麼跟你講的 一顆好的原石 第一點就是要做豬子 這個沒有味道吧 還有 這樣喔 真的看不懂... 再來才 蛋麵 對 豬一整顆豬比較不容易 非常難 懂了... 早就趕快買起來 今天真的上好多課 我覺得今天得到太多的鐵花 有得很多鐵花 買東西真的... 但是它這個我看起來 這個好像不是我的尺寸吧 不是那麼小 變成我的尺寸也行 好不好 對 今天要打電話給我好不好 真的嗎 可以啦 我說真的 最後還是要讓大家支持一下 好不好 冰冰姐的鐵花 她是自己的創作 那比較重要 大家要支持一下 對 最寶貴的是我個人 冰冰姐 國寶 自己的創作 你看 因為要... 首先要成為一個國寶級歌手 第一個條件是還沒死 還沒死 還沒死 無辣當場所 妳的歌會有聽 第三 妳要去自己的歌詞 這個有感情的 來 冰冰姐的創作 謝謝 好機會 謝謝 謝謝 冰冰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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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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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